上海街的德昌建材 上海街基本上是最貴短的建材短 租金很硬 那邊就是太子的方向 上海街接著是拔街 後面是朗豪方 就是旺角度 然後這個叫做半個單邊位 門又是半個16尺 只有張建材和立場 不好意思 皮頭散發 現在就是在家天台 晚上11點36分 正在星期四的時候 這單東西成交得很快 全城力谷 就在上海街的時候 谷了一個星期左右 所以就買了 這數回報很高 也有4.2厘回報 租租租很久就知道 有10年而已 6.5分位 5分次值 10分超便宜 1分片量 這個就是旺角上海街 694號 你知道上海街 其實最貴的最貴 不是餐廳 最貴最貴的那些是建材短 波蘭街也是 之前無線做過一集說的建材短 很貴 動一下就十幾二十萬 你真是不信 但那裡又沒有急舖 出現不上 真的沒有急舖 所以這間店舖的時候 都是一段沒有急舖 地下建築面積500呎 有一個自建角 大約350呎 門闊大約18呎 原本業主叫價 3800萬 長城業主從來沒買過 租就十一萬五千元 租了很多年 我還問是否業主自己租 不是 租客就是租客 所以回報有4.2厘 算不錯 這段上海街的建材短 整條上海街最貴 成足力最強就是這段 這段很少吉舖 也叫做大單邊位 向著上海街和筆街 算是一個好位 今時今日才有這個價錢 租了很久的租客 所以回報算是挺高的 感覺是一個五分位 你看看 之前我看過了 我不再下去看了 今天收到消息的時候 成交了的時候 就跟你報 今天連續幾宗成交 錄你一頓睡覺 好 多謝你 恭喜買家 你有興趣 再了解多一點的時候 最後一場集資會 說說第三季的時候 什麼第三季呢 2020年 1、2、3、4、5的全部都飽了 就剩下星期二這場 就22號 走六位而已 你喜歡可以登記 晚上1點到2點幾個小時 拿著800萬港幣 流動資產以上 歡迎來參觀 再看一次影片 不好意思 不斷推銷你 說到這個商鋪基金 有機會給你投資一下這個商鋪 好 多謝 晚安 普市差不用說 誰人都知道 但我作為基金經理 大肆也控制不到 唯一能夠做到的 就是升升跌跌都好 我們所選的店 要升得比人多 跌得比人少 肺炎開之後 我們勝會就入了四間店 洪羅灣道71 皇后大陸中銷納店 大圍高點店 還有最後一間 就不方便透露地址住 沽火就走了三間 三間都是肺炎前買的 新蒲光串燒店 旺角中醫診所 大角咀的炸雞店 肺炎期間 三間店沽了 都有錢賺 老實說 私純粹只能夠我們一間做到 為甚麼? 一是中有機 一全世界都怕了買店 這樣才多了 蠢貨汁 以前我從來沒有想過 買到的位置 現在都不斷賺票還 都中了四單 如果你是看跌三成 那你就走過去 還低四五成 肯定有驚喜 而我們有第一手的貨員 香港做店的經紀 不認識我們 都不是做店的 最順利的貨員 一定會來我們 不單是經紀 很多業主都直接找我們 放盤 那我們就更多時間 和我們慢慢忙 家家有求 各取所需 三 別試不怕 你要懂得選位 買店要買得Pro 你要懂得選有潛景 Prospect 你能夠提升租值 Rentals 和你能夠善用店舖 風火水電梅配套 Options的位置 對的 就快狠準買下來 就是收下店舖 時機到就套越 做好售後服務 留下錢給下手賺 我明白 香港現在的貨市很差 是世紀那麼差 但這也可能是世紀的入市機會 其他東西我不知道 但我深信 下年的今天 這條街應該會多人 我今天 多遊客到今天 報復式消費 報復式的旅遊 一定會回來 到時才買 太遲了 那時是出貨的時機 我們勝貨商店增值基金 Value Add Fund 2020年第三個集資 就下星期開始 有興趣的多 如何和我們一起買店 分散投資 歡迎登記 證監會條例要求 這個活動只適合持有港幣 800萬以上流動資產 非物業的人士參與 疫情期間 每場只限六個人 參與者 需要全程戴口罩 保持1.5米的社交距離 最後我不是投資者 我是生意人 投資要分散 但做生意要專注 我專注在店舖 洞察時機靠專注 捕捉機會靠行動 到時見 到時見